影响你就是喜欢棒球的人物到底是谁啊 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没有说正达红三个字 我出得了这个房间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保你一身就在这儿 欢迎收看棒球抓抓 我是卓卓 我是达红 你今天的衣服很特别耶 对因为 这是我要慢慢推出的新的衣服 你是要烹XXX 不能解释太多 不能解释不好说 不好说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未来如果有推出的话 对 没错 不过这一集的主题非常的特别 就要先来问问看 然后我们自己在当球员的时候 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球队的主题日 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还蛮多的耶 在兄弟的那个悟空啊 哦 还有 我也很爱 复古球衣啊 哦 复古球衣对 那球迷都还蛮热烈的相应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也是兄弟迷 然后我就看到以前那复古的那个球衣 然后球裤一定要把那个拉上来 哦 你就说要穿那个袜子 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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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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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是很酷 那你就很复古 然后回到以前的那个感觉 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你小时候就是自己在当棒球员的时候 因为我不晓得那时候 你们对于国外的棒球 有没有那么多的认识 但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说 自己可以成为大联盟的选手 曾经 一咪咪的感觉 其实我这个有想过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嗯 其实我自己幻想 自己做梦也好 幻想也好 连睡在那边的时候都会讲说 如果我是林木居朗 我用林木居朗的动作去打球 那打球那感觉好棒啊 因为以前林木居朗真的太红 红到你晚上睡觉 就会梦到他的那感觉 然后以前我又常用他的姿势在打球 所以我认真模仿那样 对 我以前就是借他的打球的感觉 然后我就自己这样打 感觉还不错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用林木居朗的那些小抬脚的动作就在打 就借力实力那种打法 欸 我觉得蛮适合我的 然后一直用那个用到大学去的时候 我就就一直在梦中一直幻想 如果哪一天那个角色是我在里面的话 打那个拳会打 慢慢跑那四个雷包 你就想过说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跟川崎宗泽一样 跟他的偶像林木居朗当同事 那该有多棒 对 但就我们就是 可是梦还是会醒啦 说实际上梦还是会醒 醒来就自己打 我醒了 我们可以用就好 先模仿就好了 没有我们这一集的来宾 我会问这两个问题是因为 我们这一集来宾非常的特别 集结两大的梦幻 不仅能跟球星们真的是当同事 还能把最喜欢的棒球给他当成工作 让我们欢迎 纽约大都会的亚洲树档负责人 王伟承薇 欢迎 好 我们就想先聊到的部分就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嘛 小联盟跟大联盟的那个赛事呢 都有缩点 甚至是小联盟就是完全就是没比赛 对 那你就是在那边工作 会不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先开始跟大家分享 一开始疫情发生的状况 对 说实在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欧美的防疫不像台湾这么的严谨 谨慎 对对对 所以一开始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那个 亚洲的那个状况 是真的被当成流感吗 在那个 的确 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 好像没有到这么的严重 因为我也是有回台湾 去年的时候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 亚洲这边已经开始有传染这样子 可是美国那边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防疫的 那我当时就是想说 其实如果过年就是过农历年之后 一定会有一大批的华人回到美国本土 那个时候就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 基本上 不用讲我们球队好了啦 基本上整个运动圈 美国运动圈 对这个疫情的状况是完全不是很了解 然后也没有放在心上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 因为真的他们也没有碰过 我像台湾之前碰过SARS对对不对 那他们之前没有碰过这样类似的状况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比较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戴口罩 很像自己生病的感觉 对啊 你知道我从台湾回来之后 我每天办公室我穿西装的话 我里面都放一个口罩 一直很想把它戴起来 但是旁边的人就是 你就会关心 对对对对 因为在美国你戴口罩 基本上人家觉得是你生病的 那你可能主管就会说 你回家休息 没关系你回家休息这样 对啊 我们在台湾戴口罩其实蛮平常的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过敏啊 或是空气当天不是很好 或者是不想化妆 不想被认出来 就会戴口罩 正常的一件事 对对对对 你路上就会看到有人这样子 那里面基本上是比较少 对对对 那所以 当时的状况我记得是在 在三月中 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 已经非常非常的忙碌了 因为已经在两个礼拜 开幕战要排打 那开幕战对我们来讲 四五月最重要的就是开幕战 嗯哼 哦 这个全场爆满的观众 然后我们要给他赚起来的时候 没错 任何的活动啊 全部都要安排好 嗯 但是四五六 那一直一个一个下去 我们大家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样 嗯 对啊 然后我记得是礼拜三 三月十一号 嗯 NBA今天晚上出事了 啊对 对 就是那一天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就突然在就是 怎么讲 整个气氛都很紧张 隔天 礼拜四早上上班的时候 然后全部就是全部员工就先聚集在一起 想说 接下来的应变措施 接下来的应变措施怎么样 但速度真的太快了 嗯 我不其然 其实当天的 应该说整天从一大早开始 我们所有办公室的电话 每一个人的分机都在想 被打包 我的票能不能退 不对哦 不是吗 是能不能开打 他们都想要来 当时还不认为说这个有什么 他们担心自己的权益受到影响 而是希望说可以检查开局 那当时说实在我们也不太了解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但就跟我预估的一样 礼拜四当天下午呢 大联盟的春讯就喊咖了 我们之前那时候写到新闻的时候 春讯喊咖了 我们想说完了完了完了 台湖战是不是要延后了 我们心里也是这样的想 因为没有赛事对运动媒体来讲 我要杀杀你啊 对 当时其实他们的做法也是 因为真的完全不了解 所以当时的做法是 大家今天把东西 对 把个人东西先收一收 以防万一 结果没想到那天礼拜四 真的出办公室之后 晚上七点钟收到消息 不准再进球场了 大联盟要求所有员工 不准再进办公室 哇塞 那怎么办 那我们都人要去哪里 他们就直接自己回 先就地解散啊 原地解散 对 煞 然后我们员工就回到家就 就傻了 然后隔天就不能进办公室 然后当时的讲法是说 OK 那我们大概等个 可能周一的时候 再跟大家宣布 然后大概会怎样 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吧 对 就可以回来上班了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就变成一两个月 然后甚至现在就已经一年了 对啊 对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然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不知道这样 对 他们真的没有经历过SARS这一段 所以美国都不晓得那种 恐怖地方在哪里 对对对对 那我因为我当时高中 还在台湾 所以我其实多少有一点印象 有一点印象 所以大家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那 就觉得说要谨慎一点 那也还好就是 因为台湾其实平常就会背一些口罩 不管是我们在美国还是在台湾 就很像常被就医药箱里面的 必备的东西 对对对 那我们当时其实也在 讲难听也就是大家都在抢物资嘛 嗯 然后我们刚好在欧美人开始抢物资的 前两个礼拜都已经囤好了 哈哈哈哈 哎呀果然是超前复旧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还蛮庆幸 我记得有一次明星赛也是这样的 他是送口罩 给参加的选手 一个人都会两三合吧 我不知道哪 明星赛送口罩 有有有 像2016还是2015年 我到时候就说 这我要留这个在干嘛 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是 现在蛮重要的 我老婆留到现在 虽然是过期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可是应该是不能用了 今年如果中华职棒开打了之后 然后 送口罩 用吗 对对 就是一个商机的 没错 再跟中卫合作 然后上面都是那个印花 就是选手的印花 限量版 买爆 有爆 真的 而且应该会被做历史家吧 就是 长得很高 限量就是残酷的 不过你们那个时候 问是什么时候确定 就是说 就算大联盟开打 你还是没有办法在那边工作 然后才回来台湾 其实因为一开始 他们真的不确定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stand by 所以我其实也拖了一段时间 后来才决定回台湾 那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形态 就在球场嘛 对啊 突然叫你回家 然后完全没办法上班 没有工作人员 没有球迷 只剩下球员 在场里面就这样 然后我们完全就是 没有在家工作的经验 因为其实棒球是比较传统一点 是美吗 篮球 我知道像NBA很多球队 其实很早 几年前就已经有实行 那个在家工作上班 work from home 对对对 那棒球的话 因为可能比较传统一点 那比较没有 这样的经验 可能还是比较需要就是 面对面的一些沟通 对对对 比较好 所以他后来有早一天 请员工分批 assign到哪个小时 回去拿公司的电脑 他们应该也是紧急 order了可能上百台电脑之类的 让你们带回家回去工作 对对对 然后紧急的请那个IT 他们赶快把一些 不管是电话设备 视讯设备 所有都赶快设定好 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在家上班 然后可以有视讯会议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样子 后来他们要求我们 就是一直要stand by 就是他们觉得很快就要回去了 很快就要回去了 那我一直称称称称 称到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那时候大联盟好像预备 要开打了 那再跟那个球员工会在谈的时候 后来有确定说 OK会开打 然后缩减球技 然后不放观众 那我当时就跟球队报道说 那不然我先回台湾好了 反正也没有要进球场办公的话 对啊已经没有进球场办公 然后没有任何活动可以举办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其实你work from home 跟work from 台湾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不如我就回来吧 对对对 那当时他们会有比较疑虑的 就是说时差的问题 会不会找我找不到人 我不会 因为我在半夜的时候上班 其实从那个时候 在台湾过美国时间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过美国时间 这样一开始他们可能对我有点疑虑 那后来因为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这样我也不可能回得去 就是美国疫情很严重 这样子 那我宁愿跟小孩家人在台湾 比较安全的生活这样子 对啊 六七八九 十七十二 很久了 对 半年多时间了 这个是我出国快二十年 第一次在台湾 这么久 以前没有超过一个月 你生这个机会 ai可以跟家人竟然 这样子 对啊 所以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因为老实说啦 像我同事他们 大家都work from home 很多人回老家 对啊 我老家还是在美国 我有一个避风钢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啦 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你趁着回来台湾的期间 我看你还去了蛮多场比赛对不对 对 然后我连季后赛都去了 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跟我十年前感觉到 中华职棒的前半还在感恩 还在打比赛 不一样啦 我们都是从小看打空比赛 从小看我打的 我真的是从小喔 然后在那边牵一条线这样 我们从小看你打球成大的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就是跟以前我印象中的中华职棒 不管是行销模式或是 你说应援团 你觉得进步很多吗 进步蛮多的啊 你都拿那个啦啦棒而已 郑导加油了 那边就是那边那个 拿那个大鼓的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印象中 还是比较处于这样的状况 传统的那种 那这一次就觉得很惊艳 不管是硬体上面或是软体上面 加油啊 应援 任何的行销方式都 让我很耳目一新啦 如果我们在大都会 我想听到那种电音加油的话 不知道会是怎么样 假如日啊 我们曾经穿过500的 对啊 对对对对 你是我的花朵 你怎么要唱一下吗 先般唱一下啊 怎么啦 不过说到主题日 我们就会想说 那你去年的主题日 就整个也没有了啊 这真的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啊 因为已经连续办了15年 也不会耶 我觉得这个以后 如果大联盟之后 已经顺利 疫情越来好转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它 因为台湾算是一个 算是疫情最好的国家 对对 搞不好很多人会来 假日开球的东西 都会请台湾的 选手去参加 对啊 我觉得这搞不好是另外一种商机 危机就是转机 对啊 像你坐左边那个也不错 嗯 哈哈哈哈 不过要说到说主题日的话 那像今年 我觉得大联盟对于星球季的态度 也是非常的乐观 非常乐观 对 非常乐观 但是当然啦 去年原本也很乐观 但是今年因为 可能已经有一整年的 一个整个筹记的一个经验了 对 所以至于要怎么去做 跟那个应该说劳资协议啊 跟球卫工会那边的 基本上今年已经是有提涨蛮多 就已经开始这个动作 那因为去年有一个经验 有一个默契在了 那其实今年 我认为啦 观众是一定会进场的 我记得 运动其实在美国里面 是有点像是一个宗教那种感觉 对啊 就是我们很需要它 需要它的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它很像一种 就有依赖性的一个东西 是你知道疫情期间 我们平常能看一些 就是Live Sports 对 就是现场的 不管是足球 棒球 每次足球之类的 突然疫情一爆发 什么都没有了 电视 ESPN在播 保龄球 在播扑克牌 可是我看很多请问 我不是在玩线上游戏吗 美国是这个比较不会搬到 篮球的 但是像我们大都会的官方电视台 就会一直播可能1986年 跟文化达斯丁大赛的冠军的 从第一场播到第七场 然后一到日 然后再重新来一次 1986年我还没有出生了 哈哈 我也还没 我也还没这样 嗨嗨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平生了 但我应该没有印象啦 嗯对对对 太年轻了 好所以那今年的主题日 你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啊 看着办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跟我讲啦 基本上只要观众放进场 我们就会办 当然会被影响的部分 非常的多啦 就观众的人数一定会影响 观众的人数会影响 没有错 但最主要我比较担心 因为我是属于举办活动的那一部分 对啊 我比较担心的是表演 甚至就是场上的一些 譬如说开球啊 可能会有一些球迷跟球员的互动啊 等等的 这些比赛前的 我们原本规划 想象中的一些台湾的 一些特别的活动这样 那因为可能大联盟今年 他目前还没有公布 就是官方到底今年要怎么去做 或者什么 怎么进行还没有说 对 所以也许说 球迷不能进到场内跟球员要有一个 他们现在都泡泡 对对对 那可能有要离多远啊 或是什么样类似的 本来是一些精华的部分 可能会被影响到这样子 如果是泡泡的话 你们大家看过泡泡足球吧 好像有印象 就是人要穿着泡泡装 然后在里面踢足球这些 然后撞来撞去的 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场开球 我觉得蛮刺激 对啊 就是认真的是泡泡欸 每个人都被隔绝 所以我们其实想法也都要 都要去改一下啦 因为以前那些实体活动 可能很多都没有办法进行 你说不管是请台湾的乐团或什么的 你在那边表演的话 可能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啊 对要拉更圆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看到NBA的比赛在进行的期间 其实他们之前 其实也是没有开放观众 然后他们都是用那种虚拟的投影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还蛮猝鼻的 你说早期吗 不是不是 去年的状况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 你知道买前排一定是比较贵一点的嘛 然后又看到自己的那个 头像 在那个转播画面上 我们是蛮有趣的 可是是不是在棒球场 比较难实行这样子的方式啊 其实还好欸 我们去年很快就有接轨上那个人型力牌 人型力牌 去看比赛 Johnny Damon 他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我是觉得这些都是一些 疫情之后蛮有创意的一些 行销模式吧 对 那宗旨也是再一次的引领全球 没错 因为我们是就领先全球开打了一个职棒的赛事 应该说是职业赛事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老实说很多不管是行销模式 刚刚我们讲人型力牌 对 还有一些甚至制度 赚钱赚钱 放多少人 梅花座怎么做 放多少人 几%人进场 饮食部要怎么样去做他们的动线什么的 类似 进场要实名制什么的 这些其实 讲实在美国 只要也许都有在看 都有在学 就借进这样子 对 那我们球队其实也有 因为趁我在台湾这个期间 有向我询问说 台湾的方式模式是怎么样子 也许这个之后 我们需要向台湾去借进 来做球机开打的动作 为什么我觉得球迷一定会进场 第一一定会放人啦 因为大联盟 30支球队基本上已经收够了啦 去年一整年没有放球迷金赏的状况 季后赛不算的话啦 那其实每一支球队亏损都蛮大的 非官方的一个报导 我们打一场大概会亏大概10万美金 一场 一场10万美金 所以其实当时老门一直谈到6月的时候 甚至7月初的时候 有一些大联盟的球团其实是偏向于 干脆不要打 可能市场比较小的一些球队 对啊 对因为你打一场你要付球员的薪水 那他可能就是这一支球队 有可能会破产的状态 然后很多你说原本谈好的赞助商 那你会希望他可以继续 但是对他来讲我原本跟你签的是 比赛的那一种 对 那你现在而且很多东西实体的活动 没办法参与了 没办法实现了 那你要把我换成数据的 就是数位的部分 不管是广告啊 或是一些电子看板什么的 那他的效果的确一定会 会打折啦 对啊 肯定是这样 对 所以 球迷基本上会非常想要进到球场 因为他们已经忍了一年了 像我最近就会接到一些球迷电话 开打我一定要进球场 不管就是疫情有多延峻 我就是要进到球场 我只要爬进去球场是不是 就是一定会有5P这样的人啦 那基本上大联盟现在就是 倾向于让各州的州长 自己去决定疫情的状况 而放多少几%的人进场 我觉得大家各自就是要负责就对了 是 其实也是蛮妙的 不是那种统一就是说 我们一起怎么做 因为像在台湾的话 就是我们统一一起怎么样 去做这个防疫的措施等等 这样球队会不会以后 大联盟如果 赛事疫情还这样严重的话 会不会一来一扫队啊 会不会有人都不想玩 不想比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啦 因为现在小联盟都不比了嘛 又缩编了 缩编了对啊 会不会现在三成队又变成说 那一起又这样 你想说会不会变成29 28 27 26那样的嘛 应该不会啦 或者说比赛 之前有讨论过嘛 以后大联盟比赛改成7局嘛 这个 改成7局 今年如果是doubleheader 就是双重赛的部分 就是的确是用7局 去年那个疫情的状况 就已经改成这个样子 那今年确定就是要照这个模式再来 因为你调度可能没有办法 我随便让问的啦 哈哈哈哈 这回之前的前职业球员 你有曾经就想过说 如果真的没有棒球赛可以打 或者没有棒球赛可以看的话 你会去想念他吗 也还好咧 哈哈哈哈哈哈 各位观众 标准的职业就很大 哈哈哈哈 就在这边了 我心里面想说 我就逼我说我会我会 可是我说出来 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你一定会违心之分是不是 对啊 因为你知道打球打那么久 会觉得说 每天就像我现在也当教练一样 到球场就是我想要陪家人 想要赶快放假 一样的道理 其实我们教练也是想要休息啊 我觉得你调试得很好 完全变成上班族的心态 可是我们到球场是还是非常进责啦 对啊 该做的还是要做 要做对对对 因为每天 欸 练习的时间比选手还要多呢 你是教练欸 对教练 哦对对对 打也要接 投给他们打 其实我觉得教练也是蛮辛苦的 真的对对对 现在你懂以前 当你教练的人的辛苦了好 还是不懂 哈哈哈哈 因为以前不一样 哈哈哈哈 打后再算一下说 过去带过你那几个教练 怎么回事 我是被逼的 哈哈哈哈 不过问要在台湾 就是还是要 Wall from home那种概念 其实一定要对这份工作有很大的热情跟热爱 才有办法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像很多时候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很可能就因此而改换跑道了 觉得要好好珍惜在这个运动产业这个棒球领域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虽然说我在这个大礼盟体系过了十几年了 那回想起来的话 当然大家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一年啦 对啊 可能久了也是有点安逸啦 就是也不是真的安逸 但是就觉得说好像 我没有想过会离开这个圈子 然后可是去年这个状况会让我 特别想到说 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会被离开 都说不定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很珍惜啦 影响你就是喜欢棒球的人物到底是谁啊 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没有说正达红三个字 我出得了这个房间吗 可以可以 我保你一身平安的东西 其实这很好玩喔 我其实在今年 化年夜的当天下午 我跟曾公在 现在旧的台北市立棒球场的 县子就是小巨蛋嘛 对 在那边喝杯咖啡 聊聊天 跟他讲一下我之前 对中华职棒的一些回忆啊 毕竟很久了之前 那曾公是这一方面的专家这样 所以跟他聊天的过程 就让我回想到很多以前的 小时候啊 对棒球这个启蒙啊 或是说对这个兴趣的开始的一些回忆这样 我觉得严格讲起来的话 应该是我爸爸跟我阿公 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时候 我也忘记几岁了 1992年 该不会也是兄弟名 不是不是 1992年是巴赛龙那奥运的时候 那我只记得印象很深刻 是我当时起床上厕所 然后呢走到了客厅看 发现客厅怎么灯亮亮的 走过去看 我记得是凌晨四五点左右 所以他们还在看国际赛 我阿公在看中华的古巴 哇塞 对 所以我一直 那你怎么会有看 真的吗 你其实在现场吧 好像四点 我不知道比赛内容 但是我其实印象 脑海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画面 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职棒二年吧 爸爸带我到台北市立方球场 山桑虎队统一师古老的比赛 对 那我就是因为内场比赛开始 变成山桑虎的球迷 对对对 你最喜欢哪一位选手 就在你童年的记忆里面 很多耶 英霞啊 林坤翰啊 对啊 这些就是 先败 然后也没想到说 之后会有一些机会 跟他们做一些接触啊 就像我可能高中的时候 还在台湾嘛 那当时2001世界杯的时候 很多在底下打拼的球星们 当时我只是个小高中生在看 没想到之后有机会 甚至服务到这些的球员这样子